海贼王中那些打不坏的无上神器 海贼王里最坚不可摧的东西是顶级断刀将的快刀吗 是灌满霸气刀枪不入的身躯吗 都不是 而是那些平时根本不起眼的东西 果实能力者的衣服 这质量刚刚的 可以看到有果实的人和无果实的人 他们穿的简直就是两种衣服 没有果实的人的衣服会正常破损 而自然系能力者的衣服不管烂成什么样都能立刻复原无恙 尤其是海军的无上大外套 老三大将都是自然系 他们的外套也和自身合二为一了一般 不管被穿几个洞都能变得完好如初 如果说这是自然系能力者的一项 不用买新衣的福利 其他系的能力者更屌 他们的智能衣服能根据自身的状态变大变小 自动调节为自适应模式 所以比恶魔果实更神奇的是 这些防火耐寒扛雷电的无上大外套 富兰奇的无上大胖子 两年前富兰奇的内裤被抢走时 他说自始至终他就这一条 当时都惊了 就算全程裸奔 他都不愿意再去买一条 可见这对他的意义 当然这条胖子在富兰奇 差点粉身碎骨的时候都没有坏 可见这无敌的质量 这条伙伴三十年如一日 穿在富兰奇的身上 两年后不知道是换了还是染了个色 感觉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三智的无上大西装 三智虽然不是能力者 但他的西装质量是真好 就是甚至人都被打成灰了 西装修修补补还跟新的一样 还有三智用出恶魔风脚的时候 踢的对手私自冒油 自己的裤子和皮鞋还好好的 这质量都可以媲美用记忆金属 做的战斗服了 鹰眼的菜板 鹰眼出去是剑豪 回来是农民 在家是厨子 黑刀 镰刀 菜刀 三样可以无缝切换 鹰眼手底下的菜板也不容易 不过这个菜板也可以吹一辈子了 不卑不亢 承受过世界第一大剑豪的斩机 毕竟能凭血肉之躯 扛下来的也只有八七大神可以做到 鹿飞的无上大黑拖 头顶高光草帽 脚踏低调拖鞋 是鹿飞万年不变的穿搭 鹿飞的拖鞋确实也损毁过 被老杀给杀化了 不过随着鹿飞变强 他的拖鞋也像明刀一样被霸气淬炼着 德岛缠武装色登明哥 鬼岛缠霸王色登凯多 怕不是哪一天 鹿飞真把自己的拖鞋练成了黑拖 黑刀不止一把 可黑拖仅此一家呀 明哥的无上大眼镜 明哥的本体是眼镜已经失锤了 因为眼镜不碎明哥不贵 家务装色防御 人都被蹬出去几十米 眼镜没事 只可惜后来用正脸接了四党 眼镜终于废了 不过仔细一看 明哥的眼镜净架并没有损坏 只是镜片碎了 没过多久 明哥的眼镜居然就修好了 这都行 要问鹿飞四党大猿王枪什么实力 只能说不如明哥的眼镜 这就是海贼王里 几大质量无敌的无上神器了 纯属于乐 切勿当真啊兄弟们 想要变强 还是要遵循凯老师的意见 修炼霸气 强身健体 海贼王中女人之间的对决 男人之间的战斗 多是拳拳到肉 刀刀见血 而女人之间 风格更加迥异 或者说女人之间的打斗 重点往往不全是在 暴力美学这一点上 且越往后 观赏性就越多元化 纳美vsMace双手指 小贼猫对战荆棘女 双手指是Mace1的搭档 老杀罗宾之下的第二组战力 纳美和他的实力悬殊 不过其他人都已经遭遇了 对位的敌人 纳美就轮到了这么一号对手 那没办法 尽管纳美在对手面前 闹了不少笑话 但最后依靠现学现卖的机灵材质 把天后棒 开发出了连乌索普都不知道的特殊功能 将Mace1的搭档击败 这算是一个非常不错 超常发挥的战果了 如果说这一次战斗还比较正常 不久之后 纳美vs卡利法 超短裙太妹对战黑丝玉姐 平时都是纳美洗澡的时候 被人打扰 而这一次 纳美打扰到了正在喜香香的卡利法 卡利法不久前 吃下了泡泡果实 其泡沫可以将人变成滑溜溜形态 全身放松且无法站立 卡利法亲手为纳美涂抹 所以就看到 卡利法一个踢上去 从背后抱住了纳美 两个女人打着打着 居然在那摸起来了 而纳美又是及时明白了 泡泡果实的弱点 水和风可以驱散这些泡沫 这只是因为卡利法 刚吃了这颗果实不久 觉醒后的泡泡果实 水和风只会让泡沫更多 此时的纳美已经有了 升级后的天后棒 体数上比不上卡利法 却可以与其玩拉扯 最终酸呆萌的卡利法 破解了纳美的幻想妖精 但防不胜防 雷云电光枪杀了一个灰马枪 将卡利法击败 完事之后 纳美急于找到二号钥匙 粗鲁的将卡利法的衣服给撕了 被弗兰奇吐槽为有够变态 女版小一万vs小萨蒂 人妖对战斗S 这是一场结局没有悬念 却让人大受震撼的对决 面对这么一个斗S小妹 小一万表示 那就比谁更会玩 以比之道还施比身 用非常专业的手法 将小萨蒂绑着吊了起来 场面一路非常的羞耻和尴尬 女帝vs耐勤 颜值对颜值 旗袍对旗袍 作为帮迪瓦尔德的传医 耐勤通过中药拳法的奥义 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 还可以抵御女帝的甜甜果实技能 并且还差点让女帝 被迫放飞自我 女帝不得不一边控制 自己的动作幅度 一边和耐勤战斗 不过以女帝的实力 完全不需要认真打 甚至不需要打 仅仅通过自己男女老少通吃的美貌 就足以让对手破防 在女帝面前 耐勤相情见处 女帝一撒娇 敌人就顶不住了 最终耐勤沦陷 功力尽失 变回原貌 被女帝实化 达斯奇vs莫奈 背后有人对战孤立无援 达斯奇一开始 一直被雪女莫奈压制 刀背打掉 被莫奈咬伤 但此时 索隆提刀来源 一招大沉汗 最少展示语 给莫奈补了一刀 不得不说莫奈好可怜 纳美vs布雷 神之一手 对大义失算 布雷用静静果实的 复制粘贴能力 把草帽一伙人 耍得团团转 纳美忙中出错 带了一个假路飞在身边 被布雷擒货 但布雷千算万算 也没想到 纳美的次元代理 居然藏了一根 能伸缩的棍子 后背一棍子捅开 加洛特vs布雷 古灵精怪 对大义失算 加洛特起初 不熟悉静静果实的作用 和乔巴一起 被吸进镜世界里 布雷原本要把兔子 和狸猫给炖了 但布雷千算万算 也没想到 加洛特把自己 和假兔子给叼包了 真兔子伺机而动 最终将热锅提翻 烫坏了布雷 加洛特以一招 电气月神 击晕了布雷一伙人 还用脑痒痒肉的方式 逼迫他 说出找到 通往城堡镜子的方法 之后获得了布雷的路飞 如获至宝 一直针对他 成了路飞身边的金牌辅助 雷九vs斯木吉 性感姐姐对战长腿姐姐 在纳美快被斯木吉 炸成果汁的时候 雷九及时救场 将纳美救下 在后来的战斗中 雷九和斯木吉周旋 一脚踢中他引以为二的大长腿 接着自己被回击的一拳打飞 不过炸炸果实的斯木吉 也并不怕毒液 挤出来就好 最终雷九被加洛特的黄油束缚 给捆绑住了 大妈vs纳美 大妈对战小大妈 两人的实力显然不在一个水平之上 不过从蛋糕岛纠缠到鬼岛 大妈始终没有在宙斯争夺战中 玩得过纳美 毕竟论偷拐抢骗 可是纳美的绝活 反而纳美不仅在蛋糕岛 用宙斯劈了大妈一下 在鬼岛 终于将被抛弃的宙斯收为己有 奇迹般的占到了四皇的一个大便宜 大和vs润提 霸道辣妹对战傲娇地空 在陆飞和润提较莽进的时候 大和以一招雷鸣八卦将其打倒 还被润提吐槽为是雷鸣四卦 后来两人再次遭遇 润提虽然投铁嘴硬 不过仍旧不是大和的对手 纳美vs润提 纳跑跑对战润追追 润提不厌其烦地追了纳美一路 期间还把纳美撞得头破血流 在两人遇到大妈的时候 上演了三个女人一台戏 纳美变身拱火大王 前后都是地狱 但也能左右逢云 润提一如既往的投铁 他说他要收拾这里的所有人 拉了仇恨的润提 被大妈小妈轮番攻击 结果被普罗米修斯和赫拉的组合剂 明光炮贯穿身体 而后稍微恢复后 依旧对纳美乌索普小玉穷追猛打 最终被融合了宙斯的超级天后棒 彻底击败 罗宾vs黑色玛利亚 这一场对决 其中融合了拳拳到肉的暴力 见招拆招的智谋 互相信任的友谊 意想不到的果实能力 以及伪田笔下的热情奔放 多种观赏性的杂柔 这场战斗 罗宾以恶魔形态压倒性的实力 将黑色玛利亚降服 综合来看 女人之间的战斗 不管用什么手段 打起架来是另一种狠毒 尤其是碰到了她的逆鳞 女人对女人下手也是够狠的 海军大将们春游式的出差经历 海军大将作为海贼王里的顶尖强者 他们出马 不说见一个秒一个 但满载而归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但事实恰恰相反 几个大将出差归来 几乎都是因为种种原因 鲨鱼而归 就感觉 他们出门做任务 只是因为久坐伤身 纯属活动筋骨 大将们的正式登场 一般都比较奇特 像轻智 放班后悠闲的骑自行车出来 吴老星当时满院子 找代号轻智的人 这才知道 原来这位在海上骑自行车的神人 就是传说中的海军大将 说大将们每次出差都像春游 轻智还真是最接近来玩的人 当然调戏一下罗宾 渐渐草帽团也是规划内的事 轻智一只手伸进海里 滑滑水摸摸鱼 小小的展示了一下能力 海贼王本来到此就完结了 只是轻智比较喜欢养成 加上卡普那边 和斯摩格那边的人情世故 包括自己这边的一些哲学考量 种种原因都有吧 挥挥手不说再见 就放过了草帽团 下次轻智跟卡普出来 这回真的就是春游了 躺椅上一躺就开始晒日光浴 啥事不管 纵观轻智两次出差的战果 一条上百吨的海王类 收获颇丰 相比之下 黄元出差一开始有模有样 不摸鱼不划水 踩着炮弹入场 大将们一贯的奇特出行方式 叮当五四 香波地那么出一根树 一脚就给干断了 在绝对实力面前 超新星们的花里胡哨 就显得不堪一击 此时打道回府 黄元的工资加奖金 绝对是给安排到位的 但是 凡事还得讲究个人情世故 可以发现 除了极个别的 其他大将们 还是非常懂人情世故的 他们可太懂了 太会了 张弛有度 收放自如 最后 香波地群岛上的超新星 一个没抓 黄元抓了500个小海贼 回去交差了 但是 事儿摆平了 业绩有了 抓海贼了吗 抓了 人情世故到位了吗 那绝对给照顾的明明白白的 没得罪任何人 流水的大将 铁打的黄元 稳了一批 不是没有原因啊 赤犬倒是不讲什么人情世故 但是赤犬的出差风格 未免也太高调了 一身大红布说 站在船头 人家800米开外 就看得清清楚楚 捡了个人质玻尼回去 后来还给他跑进了圣地 玻尼现在应该是跟着萨伯混了 这一趟几乎等于白给 两年期间 海军进行了世界大征兵 以后的出差任务 那就交给新大将们了 赤犬看着新人藤虎 踏实本分 脾气又好 不会顶嘴 温柔可靠 派他去了德岛 处理退出巡聊的明哥 一开始 藤虎也很轻松 问问路 赌赌国的 之后就有点搞笑了 整个海军被明哥和世界政府 耍得团团转 七五海天龙人的身份 就相当于一个红圈 明哥跳出去 跳进来的 要不是藤虎有职业操守 加上出于很多原因 暂时不想出手 BOSS战也就轮不到路飞和罗了 所以藤虎基本上 全场滑水散步 这事跟老沙那回也有点像 清智替斯摩格还了人情 这次藤虎感谢路飞 帮助政府收拾烂摊子 为路飞送行 赤犬直接让空手而归的藤虎 别进海军本部 藤虎也不是转柿子 不进就不进 估计到海贼王完结 藤虎都不会进去了 藤虎现在又出差了 和之国那边就派了绿牛过去 森森果实的绿牛的出行方式 也很奇特 背后长了一个类似竹青亭的 能让自己飞行的花朵 绿牛这回出差 显然就是双方两败俱伤 自己余庸得力去了 但显然草帽似巨头 在远处看得兴起 根本没有把区区一名大将放在眼里 绿牛先把可怜的金奎英 给吸成了人杆 随后遭遇了吃鞘武士 大和逃之助的第一道防线 绿牛虽然不虚 可还不等他大展拳脚 就被红发足以覆盖全岛的霸王色 给震住了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绿牛居然就这样草帅的跑了 比起之前放过的狠话 多少有点虎头蛇尾 当然也可以说 红发的面子果实很到位 一个大将遇到一个满血四皇团 确实倒霉 但绿牛也堪称是 首次登场最没排面的大将了 第一次出差就这样草草收场 所以就发现 迄今为止大将们出差 纯粹是出来玩的 技能没少放 该抓的一个没抓 点到为止即可 人情世故 里子面子这一块 是拿捏的恰到好处 该给的给 该放的放 类似万花丛丛过 片叶不沾身的青棉之境 就感觉 海贼王里最聪明 最圆滑 最会玩社会的 应当就是机智的海军大将们 海贼王有没有落入血统论的怪圈 要说海贼王里有没有血统论 不敢说完全没有 但可以看到 血统论在海贼王中 没有什么建树 甚至海贼王一直在避讳 靠血统变强这种套路 大海上的强者 谁是靠开血统挂 打败强敌 做大做强的 烧房子的罗杰 和偷船的雷厉不是 孤儿白胡子不是 气婴大妈不是 被吊起来打的明歌不是 流浪汉罗也不是 天天撸铁的锁龙不是 三智呢 好吧不得不承认 和之国三智 确实被迫沾了点 变相的血统论 但三智一路上的成长 才是最关键的 海贼王中的传承 是和传承血统 相差甚远的东西 那就是传承意志 所谓地质一族 或许就是某种意志 和精神的传承 代表梦想一族 后来路飞继承了 罗杰的光明 黑胡子继承了 洛克斯的黑暗 方向不一样 但感觉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 才是神的天敌 橡胶果实也好 尼卡形态也罢 今后的路还是要靠自己走 而且有血统和血统论 还是两码事 路飞的冒险 从来都不是草根逆袭的爽文 路飞明摆着 是海贼王中的后台王 背景无人能敌 他从开始就说要当海贼王 被红发寄予厚望 刚出海的时候就很强了 路飞虽不是废材逆袭 但他一步步变强 也并不是靠的天选之子的条件 首先卡普和龙 并没有在血统上 给路飞什么东西 哦还真有 那就是卡普挖笛屎的神态 和随时随地睡觉 那话说回来 能与生俱来的两个东西 霸王色和聆听万物之声 路飞有 卡普和龙还真未必都有 四皇大妈有那么多儿女 目前也就卡儿一人 有代表王者自制的霸王色 剑文色和武装色 更是需要后天修炼 路飞也并不是仗着 自己是后台王 才从雷厉师傅 卡尔老师 鲍大叔和凯多教授那里 学到了这些东西 在这一路的冒险中 路飞也没怎么靠过家里人 龙在罗格镇 把路飞给救了算一次 但也相当于是 把他送向大海 自生自灭去 之后都是靠路飞 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和伙伴们九死一生 靠真诚换来了 各路朋友的相助 才走到了今天 青智和熊对草帽一伙 网开一面 卡普和龙的原因是次要的 青智是还路飞 拯救阿拉巴斯坦的人情 还有就是 想看看自己选择的正义 往后会如何发展 而如果没有索龙 以命换命的那一次 熊也不会认可草帽一伙 接下来放这么大的海 小一万协助路飞去救艾斯 还真不是因为 路飞说了自己老爹是龙的缘故 但小一万当时是误以为 被处刑的艾斯 和路飞是亲兄弟 也是龙的儿子 觉得龙一定会来马林凡多 和政府彻底撕破脸 所以小一万抓住最佳时机越狱 想和龙会师发动终极一战 结果走到半路 路飞才把他和艾斯的关系说清楚 小一万恍然大悟 原来这不是他等的最终一战 甚至后悔了 但也只能硬着头披上了 这件事只能说是个误判的乌龙 而且韦田还故意把 蒙击祖孙三人的道路给岔开了 谁都管不着谁 路飞有显赫家族 但在顶上战争中却那么渺小 卡普和龙都没有出面救路飞 艾斯是海贼王之子 能跟他比血统的也救路飞了 但却没有受到半点恩责 一样陨落在顶上战争 来救艾斯的并不是雷利和罗杰海贼团 而是偶牙鸡和伙伴们 以及路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和冒险 有在乎自己和自己在乎的人 也都有自己的梦想和意志 血缘和血统并不会绑架他们 不然的话 就路飞那血统背景 他早就相当无趣的当上海贼王了 然后就是人人果实 幻兽种尼卡形态这个设定 不得不说 确实把路飞往强行宿命 或者转身的俗套里推了一把 它影响了不少东西 不过本质上还是一种意志和精神的传承 凯多教授也说了 恶魔果实的能力 并不是称霸大海的必备要素 所以尼卡果实这一别称 更像是一种象征 在果实觉醒之前 这个果实并没有给路飞 带来什么超越其他强者的bug能力 反而觉得 远不如那几个变态的自然系厉害 和卡尔比也逊色不少 234党也是在一次次的战斗中 和修炼中开发出来的 据吴老星所说 动物系果实自身是有意识的 800年未觉醒的果实 中间肯定重生过很多很多次了 会在路飞这里觉醒 也意味着路飞做的足够了 虽然海贼王有点像是往宿命论上靠了 不过无伤大雅 毕竟这可是连载了25年的长篇热雪曼 能不断往回把坑田上 还把大方向把控住实属神人 而海贼王中最核心的东西 其实一直都没变 这就足够了 海贼王中的那些CP 在海贼王中 爱情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不过大家一定能感觉到 韦田似乎也在偷偷撮合 毕竟这方面的暗示 还是比较多的 先说几对比较稳的CP 首先是萨博和克尔拉 也被称呼为二哥二嫂 克尔拉13岁时进入革命军 认识了萨博 两人也属于是青梅竹马 后来萨博和路飞重逢后 看到路飞又想起了艾斯 萨博思绪万千 然后就哭了起来 克尔拉特别温柔的安慰萨博 而且二嫂虽然长了卡哇伊 心智却比较成熟 不过二嫂当然也是有脾气的 从小到大 萨博干了什么让他不顺心的事 比如偷懒闯祸 擅自挂他的电话 二嫂就会撕他的脸 这一对CP感很足 而且三兄弟的能力当真是通用的 乌索普和可亚 乌索普一路上即使功成名就 也从不山花惹草 主要是乌索普出海前 就有心有所属的官配CP了 当然可亚在匪业中 也经常牵挂乌索普 这一对从情理上 未来能走到一起的概率 还是非常大的 弗兰奇和罗宾 虽然这两人成为CP 认同感不是特别高 但伟田就很喜欢在他俩身上 搞点事情 像公主抱 吸枕 情侣装 抓鸡 宠溺的眼神 老夫老妻般的吐槽 以及两人生日的编号等等的这些 变态男和腹黑女的CP感 那是做的相当足了 威威和扣纱 威威和陆飞也是有感情的 但陆飞那边卷得太严重了 威威和青梅竹马的扣纱 相对稳一点吧 他俩也有共同的信念 让阿拉巴斯坦更加的美好 至于身份嘛 也有公主嫁给将军陈子的例子 比如德雷斯罗萨的斯卡莱特 和居鲁士这一对 而扣纱现在是王国的环境大臣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红发和马其诺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 马其诺抱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韦田也是有点模棱两可的回答说 果然是那个人啊 是那个人吧 尽管不算官宣 但韦田曾经还真用过那个人 来指代过红发 所以真相或许就在不言而喻中 雷欧和曼雪莉 这两个同是小人族 当然有天然的优势 曼雪莉很中意雷欧 在她面前撒娇任性 只是雷欧马 钢铁之男一个 雷厉和夏琪 虽然她俩并不是官宣的夫妻或者情侣 但是两人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而且雷厉如果要出远门 要把生命卡给夏琪 夏琪才能放心的放她走 那种和谐感 要说一点事没有 谁信啊 小巴和凯米 她俩最后应该也能走到一起的 毕竟夏琪当时问她的时候 凯米是这么回答的 凯米你是不是 哈姜的恋人 夏琪问的是不是恋人 凯米都对号入座到老婆上了 这种情不自禁 想多了的操作就很明显了 还记不记得那个宝箱大叔卡门 两年后她身边多了一个 同样是在木桶里的小萝莉 看样子大叔也有CP了 今后总算有个人能说一说话了 乔巴和米尔奇 没想到一向老是芭蕉的乔巴 有一天也没把持住自己 乔巴的心上路 没错 就是在左屋让乔巴秒变三智的 那只毛皮族训路 在SBS中 有人不希望乔巴谈恋爱 韦田则是表示 米尔奇因为是毛皮族 不管作为人类 还是训路都可以和乔巴交往 爱情就像龙卷风 她也没办法阻止 关于米尔奇 韦田也有解释到 母训路确实是有脚的 大家可以放心 她不是女装大佬 相比之下 三智和布林只能说是有缘无分了 两人因为双方的家庭利益 走到了一起 悲剧的是 在这个黑色童话中 两人却动了真感情 而三智毕竟不属于这里 布林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 亲吻了三智 并剪掉了三智对这段事情的记忆 让三智没有牵挂的离开 尽管两人的童年爱好 花吃属性都非常的匹配 不过在三智还没有完成冒险前 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而一路上 三智和纳美的香纳CP 也是经常被谈论的 两人有时候的互动也比较暧昧 因为这事 当时布林还吃醋了 尽管没看出纳美对三智 有那方面的感情 但蛋糕倒之后 很显然 三智在纳美心中的地位 还是很重要的 索隆和陆飞可供选择的CP就多了 索隆宿命上的CP 那就是和达斯奇 弯道超车的CP 那就是光月日和 但从感觉上 觉得索隆和罗宾才是最搭的 两人不管气质还是互动 即使不说话 都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当然最具反差甜的 那还是和佩罗娜 毕竟两人一起生活了两年 佩罗娜把重伤的索隆治好 把索隆当成自己的库马西 把索隆送到集合地 两人有这方面的羁绊 即便如此 有句话叫流水的绯闻女友 铁打的索香CP 女人只会影响她拔刀的速度 而三智 能让她有一秒砍八刀的冲动 另外 索隆和佩罗娜分开后 现在科英眼和佩罗娜这对 高冷大叔和傲娇罗莉的也不少 陆飞这边的异性缘 虽然众多 但支持陆飞和女帝 陆飞和纳美的就占了绝大多数 女帝表达感情的方式 那就是百般宠溺 倾其所有 单论这一点 本来觉得那是谁都卷不过她 但没想到半路被雷九给截胡了 当然女帝也是真的喜欢陆飞 这是爱到死去活来的百分百纯爱情 不过纳美这一边 她是陆飞的第一个女传员 这一路上出生入死 而纳美表达对陆飞的感情比较柔和 但显然 那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船员和船长的感情了 性格上 纳美和女帝的百般顺从非常不一样 陆飞有钱就花 纳美勤俭持家 陆飞神经大条 纳美心灵手巧 颇有贤内住的品格 而陆飞又很宠纳美 甘愿让她当草帽团老大 所以 陆飞要在对自己百般宠溺的姐姐女帝 和日久生情的红颜纳美之间 做出最后的选择 其他的 明哥的情人 虽然是维奥莱特 不过明哥倒是热衷鱼和老沙 组个沙线小吃CP 烟鬼和提娜的大烟枪组合 烟鬼和达斯奇 虽然经常一起行动 但感觉烟鬼还是和提娜 各方面的比较般配 克比和雷贝卡情侣款发色组合 在世界会议片 克比保护了利库王的船 居鲁士对克比有所耳闻 也非常满意 只是相比过来大话的雷贝卡 克比更在意陆飞的消息 麦泽伦和小萨蒂 恶趣味暗黑组合 反正小萨蒂是挺喜欢麦泽伦的 但目前没看出来麦泽伦有那方面的想法 巴托洛米奥和德扎亚 非主流发型组合 两人也是从小到大的玩伴 不过小谜弟巴托 现在一心扑在陆飞身上 对搞CP这种事情完全没有意愿 另外不管是悲情还是圆满 海贼王中其实也不乏展现过 生米煮成熟饭的爱情 比如罗杰和陆九 赛尼尔和陆西安 老蔡和贝比范舞 贝基和气风 耶稣布和班奇纳 警卫门和阿赫 玉田和石夫人等等等等 还有一对属实是没有想到的 就是当初薇薇的搭档 Mr.九 两年后在斐叶中 他已经和那个金刚芭比 组成了家庭 并且有了孩子 只能说爱情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想挡也挡不住 海贼王中的那些纹身爱好者 在海贼王中 很多人身上都搞了一些很酷的纹身 不过这些纹身 除了帅 还几乎都有他们各自深刻的含义 狂热的纹身爱好者 注定少不了罗 罗他从手指 手背 手臂 到前胸后背 全都有纹身 除了代表自己海贼团的企业文化 更重要的是 几乎都是在纪念恩人克拉松 手指上的戴死 意味死亡 双肩和前胸都纹有桃心图案 除了匹配自己手术果实的形状 和心脏海贼团的名字 其根源都是为了纪念 罗此生最重要的一个人 克拉先生克拉松 这个代号在西域里意味心脏 还有包括罗的潜艇上 海贼骑上 衣服上都有一个笑脸标志 在罗的身上也不例外 前胸后背都纹上了 有区别于明哥唐吉赫德家族的标志 罗这个笑脸的意义来源于 克拉松最后时刻 和罗告别时的笑容 罗则是用这种方式 来永远怀念克拉松 然后是艾斯 艾斯左臂的纹身 一直以来都有好几种说法 都挺有意义 不过艾斯的左臂这个纹身 在他遇到白胡子前就已经有了 所以比较合理的含义是 这个被插掉的S 很像当年萨伯出海时的海贼旗 所以艾斯是在悼念萨伯 毕竟艾斯以为萨伯已经死了 剩下的ACE就是自己的名字 在扑克牌里也是王牌的意思 也对应了艾斯出海后 组建黑桃海贼团的扑克牌企业文化 之后遇到了白胡子 决定留在白胡子海贼团 背上也就纹上了白团的标志 夏洛特家族 看样子他们更喜欢色彩鲜艳的纹身 大妈的手臂上有一个双重爱心 下面还有一个小猩猩 大妈的第十四女斯木吉 她的大腿上有一个玫瑰纹身 点缀她的三米大长腿 卡塔库利的手臂上 则是有一个图腾风格的纹身 一个骷髅图案 背后还有延展出来的翅膀图案 加上侧腰的树杠 这个纹身和她的身材肌肉 堪称是绝配了 还有一些人的纹身 简单粗暴 一目了然 比如佩吉万的 她在胸前就纹了自己的名字 与她相似的还有X德雷克 她在胸前纹的就是X 福兹福胸口上 除了螺旋花纹和眼睛的图案 也纹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凌空六指的名字 均来自各种卡牌游戏 福兹福谁是谁这种名字 就像有人叫狼人杀和斗地主一样 就显得非常奇特 还有奎英手臂上 百兽团的标志下面 也是自己的名字 三智的姐姐雷九 大腿上纹了数字66 代表吉尔玛66 还有一些人酷爱樱花元素纹身 大概有两种含义 一是对武士来说 樱花是中军爱国的体现 二是有黑帮背景的人 喜欢搞像菊花樱花这些花的图案 比如光月家臣 赤鞘武士九天丸 以及曾经和之国家喻户晓的黑帮老大 花之兵武郎 现任海军元帅赤犬 三人身上都有大片樱花纹身 九天丸本身也是黑帮出身 后被玉田收服 但一直都是黑帮和山贼头领 而兵野的威望 更是能让当年的玉田尊敬仰慕 赤犬也是 不仅一领上有樱花图案 身上也有樱花纹身 右边是一把剑 代表正义 比起当海军 赤犬更像是混黑帮的 不过赤犬的原型 演员奸元文泰 本就是黑帮片专业户 赤犬更像是个黑社会 也可以理解 还有一种狠人 是往自己脸上搞东西 那就是脸上有个图腾的蒙奇地龙 因为罗杰处刑的时候 他脸上还没有东西 所以就有个梗 后来龙不是回过一次互相东海吗 卡普看着这个成了 世界最凶恶罪犯的逆子 瞬间气不打一出来 一脚就踹到了龙的脸上 从此龙脸上就留下了卡普的拖鞋印 不得不说 确实很像某种鞋底版的纹路 还有一些人并不喜欢纹身 只是被迫留下了一些图案或者烙印 比如为了救村子 忍气吞声加入阿龙的纳美 最开始是阿龙海贼团的标志 当时姐姐诺奇高 为了安慰纳美 也搞了一些纹身和纳美作伴 让纳美颇为感动 后来被陆飞解救后 纳美将纹身改成了橘子和风车 像太阳海贼团和女帝他们 身上都有象征奴隶的飞龙之体烙印 是一段屈辱的过往 不一样的是 太阳他们在外面又烫了一圈花纹 作为掩盖 很像是太阳 陆飞的3D而外 因为当时实力不济 迫不得已 将重聚时间从三天改为两年后 通过报纸 以此通知大家这个消息 这个纹身的作用仅此而已 没有在陆飞身上停留太久 可能只是一种纹身贴 总之 海贼王中还有很多人身上 都有大大小小的纹身 像凯多的龙林大花壁等等 是一种装饰 也各有独特意义 纹身也当属是海贼王中 一大有趣的特色了 海贼王中颜值变化最大的十个人 海贼王中有因为各种原因变好看的人 也有变得有些让人出乎意料的 颜值垮了并不在年龄 有些是因为伟田的恶趣味 比如可可罗婆婆 她是出生在鱼人岛的人鱼 鱼人岛最不缺的就是美人鱼 不过可可罗婆婆也太两极反转了 当时的确是破坏了三智对人鱼的幻想 不仅如此 其他伙伴也多少有些不能接受 其实那只是他们没见过 年轻时的可可罗小姐姐 那怎么说也是鱼人岛数一数二的美貌了 四皇大妈 在战国的回忆中 大妈的身材很好 她小时候虽然并不是这样的 不过应该只是婴儿肥吧 长相倒是挺可爱 长开一点就好了 SBS中算是对大妈年轻时颜值的认可 大妈的颜值巅峰期在28岁左右 之后可能是加速生孩子 导致身材严重走样 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个疯婆子 但玲玲曾经也辉煌过 何之国小忍 她是个有着熟熟果实能力的二头身的女人者 当时破坏了三智对神秘女人者的幻想 不过阿仁被称为迷人的女人者 男人杀手 她曾经确实有着符合这般称号的容貌 身材以及双马尾 可如今的变化 还是不禁让人可惜 特别篇三地二外中 邦迪瓦尔德的传医奈琴 真实年龄80岁 比卡普战国他们还大 不过她通过药物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 不能说是多么的倾国倾城 但相比她没有使用药物时的样子 那也算是天壤之别了 加尔莫罗修女 其实修女正常情况下还好 但她真配不上美人在鼓不在皮这句话 毕竟修女背地里是个人贩子 肚子里的坏水可多了 但不得不说 修女年轻时候的颜值真的挺不错 不仅很郁 看起来倒还很有正义感 女帝身边那个橙色头发的三妹 在女帝的过往故事中 三妹不管是童年时期 还是少女时代 看得出来 都是往正常路线上发展的 有越来越漂亮的趋势 直到被泰格救出来后也是 但不知道她后来经历了什么 突然变得粗广了那么多 身材上也是天翻地覆 就很迷 山贼达旦 在达旦有一次做梦的时候 梦里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自己 虽然说是在做梦 不过这种套路见多了 就怀疑达旦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意想不到的长相 没准这真是达旦梦回少女时代呢 也不一定 树枝布雷 布雷小时候看起来非常可爱 如果正常发育会很有特点 但不至于不好看 可她长大后呢 就像路飞第一次见布雷的反应一样 这是啥玩意儿 那跟树枝为什么会说话 除了这些 还有一些是因为种种原因 实现了颜知飞跃的 比如剧情中两个月变帅哥的克比 他算是路飞出海后的第一个朋友 当时克比只能说是显得很呆 之后克比被卡普收了 并努力锻炼身体 从气质上就开始变了 在水之都和路飞再次见面 克比长高了变帅了 只能说海贼王中的发育体系 和现实差别很大 打击速也不见得能这么快 两年后变得更成熟了 六四体数游刃有余 除了武装色霸气 他的剑纹色霸气更是潜力很大 虽然那点稚嫩的气质还在 但已经是和最开始 以及当逃兵王那会儿 天壤之别了 亚尔利塔 他应该是海贼王中 人生逆袭的代表人物之一了 一个野蛮大婶 吃了滑滑果实 摇身一变成了万人迷 有了绝世美貌 和不需要保养的滑溜溜皮肤 能让路飞称气为美女 在最强霸王色运气 巴基大神手下混 堪称走上了人生巅峰 迪巴鲁 迪巴鲁以前确实丑 但他又很像三智 但三智明明很帅啊 可三智的那一版悬赏令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事根本脱不开干系 三智在小一万那里 气得直接吐血 就是后话了 反正香波帝那会儿 三智千言万语 化成整形踢套餐 直接将迪巴鲁踢成帅哥 虽说很油 不过变化足够大 女帝的八种性格 平时女帝只有一种性格 也是最常用性格 只不过 自从她遇到路飞后 又分裂出来另外七种性格 并且可以无缝切换 第一 常用性格 霸道的女总裁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和爵士美貌 动不动就剥夺人的意志 将人实化 搞得无鼠中将 也不得不用自残来消除邪念 还有那独特的 鄙视过头的姿势 生人勿尽 来者必实化之 这个人格下的女帝 不会讲情面 当时面对海军的强制召集 女帝拒绝响应 但依旧要求保留七五海身份 看无鼠中将老师 还洗劫了人家船上的物资 海军还只能在无风带上待着 无鼠这辈子都没这么憋去过 当然 女帝总是表现出这样一副姿态 其实也是一种伪装 为了掩盖她身后的奴隶烙印 以及洗刷她心中的创伤 第二 被征服的女王 当时女帝把救了路飞的玛格丽特实化 无疑是在路飞的雷区蹦迪 路飞因此一拳秒了决斗场里的猛兽 并对女帝破口大骂 再加上 路飞完全免疫她的技能和美貌 一次次的侮辱女帝 女帝就像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小猫咪 一边被蹂躏 一边让姐妹阻止路飞 别再让这个橡胶人 身长变大的粗暴下去了 但女帝的心理防线 早已弱不尽风 第三 脆弱的小女生 路飞征服女帝后 女帝不仅对其敞开了胸怀 同样也敞开了心扉 述说了自己曾经是天龙人奴隶的过往 展现了不为人知的脆弱 在获得了路飞的安慰后 也展露了和霸道总裁截然相反的一面 含情默默的说 忠意路飞 第四 体贴的大姐姐 女帝在得了一种 见不到路飞就会死的相思病后 听到路飞在外面 要到病除 立刻就能站起来了 并答应路飞 路飞去哪 她就可以跟到天涯海角 甚至同意了政府的强制召集 在路飞面前 女帝就会变得柔声细语 什么事情都能做 路飞饿了 她投食 路飞有难 她掩护 路飞挨打 她出头 路飞受伤 她跟着 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 第五 出轨焦虑症 女帝旁敲侧击路飞传员的信息 得知有纳美罗宾两个女生 立刻脑补了路飞出轨 并抛弃自己的画面 还只是因为佩罗娜 来跟路飞搭了一句话 路飞那记性 甚至都想不起来佩罗娜是谁了 女帝却以为路飞说谎骗她 又脑补了佩罗娜和路飞有一腿的故事 甚至把这件事情定性为婚外遇 第六 结婚幻想症 从这里衍生出来的幻觉就是 被路飞娶回家 顶上战争十几万人 打得热火朝天 女帝这边呢 她脑子里拍vlog呢 包括和路飞的婚礼 婚礼上的细节 婚后自己要亲力亲为 尽职尽责的做一个好老婆 全都给想的明明白白的了 还有路飞的任何一句话 女帝都可以自动翻译为 我爱你和求婚仅有的两种意思 第七 娇羞小迷媚 和巴托一样 在女帝的眼里 路飞有着三至整容梯级别的美颜滤镜 并且能准确记住 路飞喊了自己几次名字 女帝不能看不到路飞 但她在路飞面前 又会变得很娇羞 包括看到路飞的照片也会这样 女帝只能红着脸 在一旁偷偷看 还会因为被路飞抱 就浑身贪软 所以女帝一个人想路飞的时候 就会心花怒放 在路飞面前 又会变得无比胆小和纠结 第八 宠夫暴力狂 女帝面对路飞很纠结 比较拉满 顶上战争 海军这边占了五个七五海 实际上 女帝整场下来 踢爆了好几台和平主义者 踢断斯摩格的尸首 踢飞一大片海军 后来在给路飞送饭的时候 忙活了大半天的盛平 只想吃一个梨 被女帝给吼的 差点酿成一个梨 单杀原七五海的惨案 又因为雷利 不让女帝来送吃的了 还敢揪雷利的鼻子 面对打飞路飞的巴雷特 也是气到爆炸 女帝根本不管巴雷特什么来头 上去照提不误 所以女帝平时好好的 遇到路飞那逼人格分裂 这件事情上 要说路飞觉悟很高 也确实是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当海贼王 要说没啥觉悟 三智都缠得流哈拉字了 路飞却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当海贼王 路飞海王级别的异性元 路飞在男女感情上 虽然没有什么觉悟 但是在路飞这一路的冒险中 异性元就没断过 可以说是大部分的篇章都有 这里面更多的人 是表达友情上的好感 当然也有表达爱慕之情的 纳美和罗宾 作为路飞的传员 他俩是路飞真的拼了命换的 和阿龙打到浑身是血 收获纳美的真心 靠一口气硬撑着打败路奇 让罗宾回到自己身边 虽然平时纳美没少打路飞 罗宾也不和路飞他们打闹 但要说宠 两人也是真的宠路飞啊 纳美罗宾对路飞的感情 有多厚重就不必多说了 爱比达表达对路飞的好感简单粗暴 路飞打费爱比达的那一拳 同时击中了爱比达的心 吃了滑滑果实的爱比达 一路追到罗格镇 在处刑台下 还要让路飞成为自己的男人 因为那一拳 他爱上了粗暴而有力的路飞 当路飞知道眼前这人 就是被他打费的那个野蛮大婶后 路飞回答道 是这样呀 样子好像有一点变化了 而爱比达 也是路飞唯一一次 称其为美女的人 有着永久伙伴认证的威威公主 路飞为了帮助威威 也是拼了命了 在老沙手下反复去世 仰卧起坐 有好几条命好像都不太够用 但最后也击败了老沙 让威威和阿拉巴斯坦 久汉风干雨 威威和路飞同样有着伙伴的默契 顶上战争后 即使不清楚缘由 威威也一眼就看出了 路飞的纹身有些许的端倪 世界会议期间 威威遇到了雷贝卡和白星 好家伙 一聊才知道 原来都是跟路飞的关系不浅 同样都对路飞有极佳的好感 路飞是拯救了他们国家的恩人 而且路飞应该就是白星的理想型 因为当时在场的很多王公贵族 向白星表达了想让自己的儿子 和他认识认识的意图 明显就是来和白星定亲的 结果白星之言说 全都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但聊到路飞的时候 白星可就不困了 因为他永远忘不掉 那个把他当蹦蹦床的男人 这三位公主 在路飞心中的地位 肯定也是非常高的 有过命的交情这是重要的一点 同样重要的是 这三个人都请路飞吃过饭 在女儿岛 可以说是全岛的人都对路飞有好感 但说正经的 不算光是图看金蛋的那些 玛格丽特是最先对路飞有了些真感情的 而且对路飞的了解 可能比纳美罗宾还要通透 玛格丽特就是情窦初开 害羞惶恐不好意思心跳加速 当然碍于束缚 玛格丽特也害怕和路飞之间 有更多的感情 之后就是狂热的女帝 这就是百分之百纯爱情了 女帝还因此得了 见不到路飞就会死的病 茶饭不思 卧病在床 但一听到路飞就在门外 立刻就站了起来 路飞这副解药立竿见影 僵硬的 女帝还得了结婚妄想症 出轨焦虑症 娇羞综合症 以及精神分裂症 后来女帝的相思病慢慢的好了 可能路飞不在的时候 路飞的巨浮海报就成了女帝的良药了吧 万国时期的雷九 长达几分钟的惊天一吻 葬送了女帝的幻想 很有可能是路飞在这方面上的初吻 女帝要是看见了 必定是一脚飞踹 虽然雷九对路飞做了很过分的事情 但雷九对路飞的感情是最单纯的 就是想吃顿饭而已 二是对弟弟三智 能有这样的伙伴感到很欣慰 也对路飞能不畏生死来找三智 从而欣赏路飞 可以酌情给予奖励 辣妹大和 跟路飞自来熟 上船候选人之一 索隆此刻狂喜 因为大和如果上船 那索隆就不是最白捡来的了 因为路飞给索隆喂饭 找刀还挡了子弹 对比之下 大和才是纯捡的 不 索隆还是最白捡来的 因为大和是倒贴的 跟索隆不一路 路飞是真没想到 凯多居然还有个女儿 而且还认识艾斯 还主动想跟自己出海 若要成真 靓女纳美 郁姐罗宾 辣妹大和 去到哪里 还都有自己的女伙伴在那里迎接 路飞这船长 当的是真滋润啊 海贼王的右腕 明王雷厉 年轻时的雷厉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敢跟着还是该溜子的罗杰 出海征战四方 雷厉不仅是罗杰的第一个伙伴 两人也是从无到有 造就了一个时代 这种羁绊就相当于索隆与路飞 最后 罗杰雷厉他们 也如愿到达了最终之岛 雷厉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王之副手 在此后的岁月里 雷厉比退休老干部还自在 隐匿在海军本部隔壁的乡坡地 当起了杜魔工人 可谓大隐隐于世 还有体贴的夏琪陪伴她 夏琪可是极少数 没有因为年龄而崩坏的女人 当时还把布鲁克撩得神魂颠倒的 雷厉除了当杜魔工人 平时就喜欢赌博喝酒和漂亮妹子 然而就是这位 连海军大将遇到都得颠量颠量的王妇 初次亮相居然是在官人贩子的牢笼里 被当成一个普通的奴隶老头 等待被拍卖 而理由也很奇葩 雷老爷子因为业余爱好繁多 缺钱 自愿把自己送到人口贩卖场 这波自己卖自己的操作 属实牛皮 之后除了在会场里捞钱 甚至如果真的有人买它 还想打劫他的买家 当时卡普听到拍卖场 要拍卖明王 也是哈哈大笑 忍不住对这位老对手调侃 因为当时要准备打顶上战争 卡普也就把雷厉这件事给压下去了 不过敢关押明王雷厉的人也是眼拙 不知道这可不是一般二般的老头 在人鱼凯米被这帮人蹂躏之时 雷厉便使用霸气 轻松放倒了这个粗鲁之人 身边的巨人对此还很诧异 雷厉则是非常低调 称自己只是个肚魔的老头子 比较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而已 嘴上这样说 当然不仅如此 其实当年雷厉海上遇到危险时 小八曾经救过雷厉一命 而罗杰海贼团和尼普顿也是老交情了 雷厉对人鱼和鱼人们是很亲切 之后陆飞等人大闹拍卖会场 还一拳暴打了天龙人 喝光了身上的酒的雷厉 也只好出去看看热闹 有些破烂的披风 强者标配的腿毛和拖鞋 当他看到受伤的小八后 强大的霸气 瞬间震晕了抓捕桃饭的侍卫 横扫会场的霸气 在场的所有人不禁目瞪口呆 雷厉和陆飞第一次见面 他看到了陆飞头上无比熟悉的草帽 虽然雷厉隐居一处 但对外面的世界了如指掌 曾经香克斯提到的这位叫陆飞的少年 果然有点东西 雷厉终于等到他了 雷厉用刘英取下捏爆了凯米的爆炸项圈 让大家离开这里 但是陆飞暴打了天龙人性质恶劣 气得战官脑人疼 身为大将的蒙奇帝皇元请求出战 在陆飞一伙被大将逼入绝境之时 雷厉及时赶到化解了危机 为了让草帽一伙逃离 老雷和老黄无比默契的展开了剑术对决 雷厉宝刀不老 将皇元的脸划出一道口子 而担心着草帽一伙的雷厉 面对大将也占不到太多便宜 此时雄突然闪到雷厉面前 说道我和老黄 哦不我是革命军的人 一切按剧本行事 之后草帽一伙人 被雄挨个拍飞到世界各地 黄昏来临 老黄也不想加班 于是抓了几百个小海贼 回去糊弄交差了 在顶上战争之后 雷厉偶然得知了陆飞与女儿岛有微妙的联系 而下棋更是凭直觉猜到了女帝 就爱上了陆飞 在这个世界上 比预见未来更高级的剑文色 是女人的直觉 就这样 雷厉一人游过了海王类扎堆的无风带 到达女儿岛 并阻止了陆飞仓促与伙伴们重聚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无非是再次送人头 不久之后 雷厉 陆飞 慎平 三人重返马林繁多 在两人的掩护下 陆飞敲响了奥克斯大钟 并在白胡子震出的裂缝中 投下一束花 以示缅怀 向伙伴们传递了 重聚时间由三天变成两年的信息 陆飞明白了 只有不断变强 才有实力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于是 决定潜心跟雷厉进行长达两年的修炼 为了不影响陆飞 雷厉还把上头的女帝给支开了 知道雷厉是为了陆飞好 女帝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陆飞 钻进深山老林中 雷厉将三色霸气的使用心得 一一传授给陆飞 在雷厉的悉心教导之下 陆飞的实力突飞猛进 两年后 草帽一伙都有了质的飞跃 看到这一幕的雷厉也是无比激动 陆飞举起双拳感谢雷厉 78岁的老爷子不仅流下热泪 回想起和陆飞两年间的点点滴滴 又看到陆飞如今的成长 雷厉是不舍 但更多的是欣慰 他亲自为徒弟送行 冥王二字 吓得追击的海军双腿发软 向顶点前进吧 雷厉如是说道 想当年 他也曾是那个满腔热血的少年啊 起航了雷厉 罗杰的那句话 似乎还在耳边回道 虽然雷厉不会跟随 新时代的人扬起风帆 但他却以另一种方式 重新启航了